中蒲菜最主要是中国和葡萄牙 里面有西方料理的元素和中式元素 中式元素例如我们会看到 豉油、老抽和很多东南亚食材里面 中蒲混血儿John Sir 小时候已经喜欢煮食 不知不觉在家人身上 学会了很多失传的奥蒲家庭料理 近几年专注开拓厨艺事业 出书兼教授攀任 他善于将世界各地的菜式融合 炮制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美味 西洋炸角仔的泡门名叫Chili Goddi 其实是一些已经失传的料理 我记得每逢过时过节 例如农历新年会吃 里面的咸有点像印度人的咖喱角 最特别是什么呢 平时我们吃的角仔是甜的 所以这次我们就吃一个咸的角仔了 咸下一些吃好吃器 吃白色尖来看看 这个温度人的那份 我现在恬爆火 菜式的廚師 這次是否會帶一些 中蒲過年的時候都會吃的菜式 會, 今天說明何年菜, 是嗎? 是 我想問你, 奈美 努力新年, 你會吃角仔嗎? 我婆婆以前會做角仔, 好 你吃的角仔應該是甜的, 是嗎? 每一次都是甜的 今天我的角仔, 你猜我用什麼? 肉餡的 對, 鹹的, 鹹的角仔 首先, 有些洋蔥要先切 切粒 做好之後, 就會炒餡 我們會加上薑黃粉和咖哩粉 薑黃粉是很多時候吃咖哩 都會有的東西 但是就是… 它的顏色很重, 很金黃 對, 其實是放出顏色 而且薑黃粉是一種超級食物 對… 炒好餡料之後 接著我們會做一個很好吃的皮 那個皮很難做, 你要看 至於餡料, 為什麼會用牛肉加豬肉? 話說, 以前我小時候吃的時候 只要用牛肉加削 吃起來的口感不好 於是我媽媽就把豬肉加進去 喜歡的話, 甚至乎用雞肉也可以 吃起來很容易 這個其實有點像麵字 對, 但我聽你們說中蒲菜 就想起澳門吃的菜式時 很多時候聽到薯仔麵字飯 還是那種… 為什麼有這麼多麵字呢? 中蒲菜 其實… 麵字的東西 你跟中蒲混血一說 就覺得會吃東西 這是會吃東西的表現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從小到大… 例如我爸爸 他可以告訴我 他可以每天吃麵字 對 也不悶 其實這是一個英國的菜式 從小到大, 例如在會所裡 有這個菜式給他吃 久而久之, 成為了很多 中蒲混血必食的食物 你們這一家的麵字有什麼特色 我剛才看到你加上麵字豬和牛 去炒, 和洋蔥 我們家裡有不同的東西 就是我們會加點豉油 是 甚至可以加老抽也可以 加老抽會比較顏色 是 但是今天有點不同 今天我們要做角仔 我們會加少許印度元素 加少許咖喱粉和薑黃粉 是 我的顏色, 其實在賀年菜也很漂亮 好像黃金一樣 對 想像不到John Sir 會在西洋角仔裡 加了咖喱和薑黃粉 意外地有出道的效果 又漂亮又好吃 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放辣椒 好, 攪好了這個餡料 很乾身 很乾身 很乾身, 我們要盡量做得乾身一點 為什麼呢? 我們要包在皮上 是 太濕了, 就會流出 漏了 會流出來了 好 然後斷起 接著待涼 是 就可以準備做皮了 好 現在這樣看好像蛋角 好像黃金一樣 對 粒粒粒 也很有新年而途 好, 開貨了 然後把水全部倒進去 在葡萄牙, 其實這個方式 會加上牛奶 那就是蝦角的做法 但是今天我們是賀年食品 我們就是用水就可以了 水煮牛肉? 對, 喜歡的話 可以加一點鹽 先煮溶 還要煮熱一點 還有, 我要煮至沸騰 沸騰, 譬如我經常跟… 在我料理伯伯叫做浮沸騰 就是要看到蓬蓬的 即是去到細藤100度 對 要過了, 再倒進去 才可以煮得起 這個就是難度 看到它滾了, 是嗎? 是… 還沒滾起 對, 煮溶了 這個時候就馬上把麵粉 一次過把全部放進去 然後關火, 然後不停攪拌 你看到就已經開始… 這個狀態是正確的 就是會這樣… 對, 這個做得對 好, 我們將它倒進去 它現在這樣散開的粒粒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好, 切沙醬 趁熱的時候, 把它拆開 你看到嗎? 我看到 是否立即融為一體 究竟你們廚師手的耐熱程度 有多高 煮多幾次就行了 很熱 這樣… 哇, 滾糖 是不是? 你們發覺 其實我現在這樣搓 剛才你還看到很多白色的 是… 現在因為還有熱度 你已經熟了 就可以做到 這個菜式最主要的難度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鐵砂醬 為什麼呢? 你會看到我在搓粉的時候 一定是要很熱很熱的時候 你就要徒手去搓 這樣做出來 所以那個角仔皮就可以很滑 很好吃 這次很簡單, 把它壓平 這個麵糰很好, 不會浪費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它現在較軟 對嗎? 是 它搓好之後 切成要的尺寸 然後很簡單 怎樣做一個… 曲奇帽 對, 曲奇帽出來 是 很簡單 跟回以前我媽媽教的方法 是 這個是茶杯蓋 茶杯蓋就可以了 當然了, 你可以用這個曲奇帽 那些東西 壓下去 這個真的很… 很精彩 家庭式很有感覺 對 其實你家裡有什麼東西 不用特意再買一個曲奇帽 用杯蓋也可以 對, 用杯蓋 現在是否較厚一點 我會怎樣 不是這個時候 你再拿一個棉粉棍 再壓下去 而且它有點煤蛋 對 所以其實難度就是 你要快 你不要等太久 你等太久 真的有一個硬性 對, 會太乾, 也不行 你這樣做 好, 接著 我們怎樣包呢?很簡單 剛才那些已經代涼了 沒錯 我們筆少許出來 放在中間 是 但不要太貪心了 因為太貪心 我應該不會多筆一點 會爆 好的 然後很簡單 將它大家對摺 中式的油角是怎樣的? 扭… 扭… 但是在葡萄牙、西班牙 做這些角是怎樣的? 非常簡單 因為其實本身有黏性 外國人是用叉子的 用叉子 這樣就封好了一隻 真的很簡單 很容易就完成 這個真的是一個傳統做法 對, 這個就是葡萄牙 做梨子的做法 還有一件事也是 做這個麵糰 就是要注意到當時的溫度 如果有時候太乾脆 或者有些人很流行 一年四季都開冷氣 對 冷氣現在對著它吐下去 很快就會乾 有時候你怎樣做 你可以用一塊鍋蓋住它 下一個步驟 下一個步驟就準備去炸東西了 如果做我奧米版的角仔的話 我會做麻辣紫天椒的版本 紅當當新年也很容易投入 慢慢來吧 是 兩、三隻這樣放進去 好 第一隻放進去 油溫要大約… 超過一百度就行了 而且現在家裡通常就不要太多 如果一次過下六隻 對, 因為一次過下你的溫度 油溫會馬上掉 這樣就不要了 好, 現在我先下兩隻 是 炸多久其實很快 因為裡面的餡已經熟了 對 現在只不過是麵粉的糰糊 就要炸透去 炸透去, 變成金黃就可以了 不過最重要是火力 油溫夠夠, 你看到嗎? 已經有一點顏色紮出來了 對 這個有些泡泡, 這些也不怕嗎? 不怕, 對 這是手工菜 是嗎? 如果見到一隻一樣 就好像工廠的菜 我感覺到為何你做的時候 我說這些位置凸出來 這些是不怕的 就好像炸出來才更加有那個感覺 對, 正如你吃葡萄也是 你吃葡萄, 你吃葡萄 你吃葡萄沒有一個葡萄一樣的 有些道理 如果你過葡萄一七樣的, 我不會選擇 你吃葡萄的那種… 一定是機製的 機製的 對 好, 我們新鮮熱, 炸起來 我看你一點也不油 我們連放紙索下去是乾的 但這個… 火候換得好 很漂亮, 看看脆皮的 我可以嘗嘗 隨便嘗嘗 熱鬧, 很想撕開, 看看餡料如何 對, 用手吃 是不是就是這樣? 是最傳統的做法 最傳統的做法 好嗎? 我嘗嘗 好 我明白你為什麼說 像鹹水果的煙煙硬 因為這個位置, 有些厚度的皮 有那種感覺 咖喱慢慢滲出來, 咬一下 咬一下, 它的汁就融在皮上 很好吃 我覺得這個西洋炸國仔 熱吃的時候, 它是很香脆的 但到John Sir說 這個角仔用來現親貧式 又會常溫吃 質感會比較重 中式角仔有一點脆口 很多砂糖的口感 而這個就是比較軟 咬下去就有點肉香 這次嘗嘗了這個角仔之後 平日我們中式甜的角仔之外 現在就多了一個 鹹食版的西洋角仔 多了一個選擇 真年我會吃的小食和糕點 如果我去朋友或拜年的全盒 我會很喜歡吃別人的開心果 如果說糕點, 我就很喜歡吃蘿蔔糕 我們中蒲一族 除了過西歷的新年之外 我們也會過農曆的新年 在農曆新年裡 我們也會有很多賀年的食品 例如蘿蔔糕 蘿蔔糕會放一個蒲腸 不是放一個臘腸 另外我們會有一種是甜的糕 這種是叫黃金糕 其實黃金糕是甚麼呢 黃金糕其實是澎米叫Papadala 原生是用薯仔和牛奶來做出來的 但我小時候, 我媽媽已經用番薯 番薯加上牛奶和椰奶 做出來的味道很棒 而且它做出來是黃金的顏色 變成很有賀年的氣氛 Johnson, 我們剛剛做了一個西洋角仔 第二個賀年菜 又是中蒲的菜式會做甚麼呢 這是一個失傳了的糕點 失傳了? 對, 失傳了, 很少人會做的 這叫黃金糕 我中式也有黃金糕 平時我們過年會吃黃金糕 其實是由印尼那邊傳過來的 但這次我覺得也有一點不同 就是怎樣呢 我就是用印尼的蜜糖番薯 我看到它從番薯的頂部 已經有糖分很高的 裡面很甜 你別以為它很肉酸 其實你要買印尼番薯買得漂亮 你一定要確保有這些叫做黑色 你越多點, 越甜越好吃 這個很熟悉的 以前我小時候, 因為這是失傳的東西 就是用本地的番薯 就是普通番薯 對, 但現在多了選擇 我就會用這隻印尼的蜜糖番薯 我今天用了印尼的蜜糖番薯 做出來的效果會更加甜, 更加香 其實它的葡萄品名叫做Papadada Papadada Papadada的葡萄品是假薯仔 做法在葡萄牙吃是用薯仔 但是用薯仔混合牛奶 有一點… 特別是甜食 如果是薯蓉就可以了 但我覺得甜的有點怪怪的 於是奧葡人, 即是中途一族 就開始說, 不如我們嘗試用番薯 竟然可以做出一個這麼好吃的… 這麼高? 這麼高出來 好的, 第一個步驟要做什麼 第一個步驟就是我們要處理番薯 然後你可以直接煮熟就行 好 或者隔水蒸就行 煮多久, 其實很緊張 軟就行了 或者是否刺得穿它就軟了 對, 刺得穿它就已經可以了 但記住, 趁熱的時候 我就要做一個薯蓉出來 我會留… 一會兒切出來的膏是你看到一粒粒的 留一粒粒, 方便可以先切一半 這樣容易做 我小時候用叉子, 用碎碎就可以了 等於馬上有黃金的感覺 是嗎? 對… 其實已經有黃金的感覺 Oby, 麻煩你現在給我打了三隻雞蛋 對, 發開了, 還有給我切番薯 是 我這邊就準備做了 第一, 把牛油切小粒, 容易打 好, 接著把糖全部倒進去 好 現在可以先打散一點 接著要加雞蛋 雞蛋, 很快 完成了, 麻煩你幫我倒進去 慢慢倒, 是嗎? 對, 慢慢倒進去 沒有一次過 對 好 好, 繼續可以倒進去 是 倒進去, 完成了 好, 盡量打到牛油、紅糖和雞蛋 是融為一體的 剛才你說這是一個傳統 但又失傳了的黃金糕 但為什麼會無緣無故失傳, 消失了 好, 因為其實這些叫Oppo菜 Oppo菜有一個特色 就是靠口傳 譬如說我家裡, 這是我的食譜 我是一代傳一代 其實現在不是太多人就會做 所以今天有機會讓你嘗嘗 這個時候加上兩樣東西 就是加上牛奶 還有我們有少許椰奶 椰奶 另外在這個膏裡 我們放椰奶 椰奶混合番薯做出來的效果 真的很棒 好, 繼續攪拌 這個時候Omi, 拿一點鹽給我 鹽 甜品呢, 我們除了甜外 其實是要放一點鹽的 放一點鹽就有平衡, 味道才會出 有一個層次 這個時候Omi, 麻煩你準備 幫我把番薯切粒粒 切粒, 多大粒呢 我想看得到番薯 就不要太小粒 切的時候差不多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可以把番薯蓉放進去 John Sir, 我現在這個尺寸的黃金粒番薯 可以嗎? 完美 好, 我再加上蓉和番薯 基本上已經可以了 很簡單, 放幾樣東西 麵粉 麵粉 然後用格西 要過西 對, 很簡單 就是這樣滑一點 是 以前的年代沒有, 只要這樣放進去 好 即是你現在再蒸盡了 蒸盡了一點 而且現在大家要求高了 是嗎? 那就加一加 加完麵粉之外 加一點泡打粉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是 然後很簡單, 把它攪勻 攪得怎麼樣呢? 就是攪得你見不到麵粉為準 你看到現在已經攪得很均勻 你看不到白色的乾粉, 那就為準 這次我對番薯黃金糕的甜品來說 我是對番薯有改觀 我平時不太喜歡吃番薯 因為我覺得很邪惡, 整塊東西 但是加了黃金糕的做法 有蛋糕的香、蛋香、牛油香 我覺得可以平衡 我覺得很悶的那樣東西 用一個進入焗爐的焗盤 我自己用植膠方便一點 是 很簡單, 把所有的材料全部倒進去 好, 最後教你一件事 是 所有大廚都會做的 就是燉一燉 對, 接著很簡單 拿一張錫紙 是 封口 是… 整塊黃金糕焗大約60分鐘 首先, 頭40分鐘是180度 40分鐘後, 把錫紙離開 好 然後把焗爐調高到200度 你剩下了, 其實已經焗… 因為我加了很多牛油 是 又有牛奶 然後那20分鐘, 焗到200度 其實原因是令它更乾 對… 而且焗完後 對, 已經把油吸收了 好, 接著我把它翻開 麻煩你就可以幫我拿 拿你的針盤 很漂亮 是不是很漂亮 對 看到脆邊和黃金的顏色 對 很漂亮 再加上橙皮 你這個橙皮很巨型 超級厲害 昨晚吃飯… 新年限定的 對 對, 我們只要橙皮 對, 橙皮 對 而且你不覺得這些好像串串金 掉下來嗎 對 看多漂亮 我覺得如果這個步驟好 我要在親朋戚友面前加 好像撒金箔 對 對, 很有意頭 我聞到橙香 我們這個黃金糕是月盛嗎 完成了, 我再切一塊給你吃 好 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我先切中間給你看看 對, 因為現在還是很熱 所以它較軟身一點 很滑 對, 現在熱也有熱的好吃方法 我準備了雪糕 對 我們就加雪糕下去吃 一鍋熱一鍋, 真棒 讓你嘗嘗 而且你看到一粒粒的番薯 很棒, 我看見是Omi切的番薯粒 對, 你切的番薯粒 對, 我先試吃 我嘗嘗 我很想嘗嘗脆邊的位置 這個是最好吃的 很好吃 有點像梳芙梨那種很濕潤的蛋糕質 再加上脆邊的位置 咬一下番薯香就滲出來 對, 很好吃 平時我們新年吃糕 多數都是煎糕 對 這種別有一番風味 還有, 再加一個雪糕 還有橙皮 很棒嗎 很好吃, 真是很好吃 我覺得John Sir在黃金糕一焗出來 切的時候熱辣的吃 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當你準備放進口裡吃的時候 你已經嗅到橙香 已經是其中一層的享受 這麼熱辣的 甜味在口中的口感很酷 很綿滑的時候 咬一下就吃到黃金糕表面 或旁邊的脆邊的時候 那層牛油香又飄出來 是一個很有層次的黃金糕 再加上雪糕那一下 非常好吃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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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